恋爱初期她温柔体贴 但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她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总是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不分场合还特别难哄 我承认我脾气大 但都是因为我觉得她心里现在越来越没有我了 很多时候都不顾及我的感受 对我漠不关心 还总是挑我的毛病 就算有时候是因为我的疏忽 但也不至于这样 一直这样下去 谁能受得了 我真的接受不了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现在她还爱不爱我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鹤21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李23岁来自河北学生 欢迎两位啊 你是把定时炸弹带到我们这儿来 想在这儿炸 是这意思吗 因为我觉得她脾气有时候很不稳定 她每次生气气来 我都会很难哄她 这姑娘一般愿意为什么事生气啊 就上次我们逛公园的时候 有个女同学给我发牢骚的话 然后她就直接让我给她删了 你也不了解了解 你也不问清楚了我 她给你发的啥呀 我让你给她删了 那个女生给她发我好难过 因为这个女生家是外地的 没有几个朋友 之前我们几个在一块玩得挺好的 她给你发那话就有问题 她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她可以直接跟你说 我今天怎么走了 就给你发一句我好难过 什么意思 让你过去晚上陪陪她 所以女生可能觉得 你跟这个女孩子交往过密 是这意思吧 对 删了吗 我当时没有删 然后她就坐在一边不说话 拍到一边的断肋 然后我当时就心里边一着急 我就直接掏手机给删了 然后那个女生 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就给我打过电话 然后我一接电话 她听到是一个女生声音 她就把电话接过去了 我接了电话 我说 喂 您好 你找谁啊 她说她找她 我问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然后那女生就支支吾吾说 说 啊 啊 那没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 我说那就挂了吧 就挂了 行 那这个事后来怎么解决了呢 最后我就给删了 我也不好意思 再去联系那个同学了 还有一次也是因为这么个事 我俩就是平时在一块 也是经常在一块玩游戏 然后她就有一天 她就去打我那游戏账号 发现我游戏账号的时候 有一个女的好朋友 就跟一个女生 以前经常打游戏 完了之后 他们建立了一个亲密关系 我把这个关系解除了吧 我也没有说 让她把那个女生给删了 然后她就不乐意了 说我不删 我说为啥呀 特别重要吗 怎么着的 她说不重要我也不想删 你凭什么你说 让我删了我就删了 对啊 我也是这么琢磨的 好组队嘛 对 重要的是她的态度 我说让她给她删了 她就直接跟我说不删 男生想谁还没个脾气是吧 男生你让我删 我凭什么删呀是吧 当时游戏里边 亲密度分为三种 一种是情侣 情侣之间建立 还有一种是闺蜜之间建立 还有一种就是 普通的好哥们好朋友这种 她当时也看到了 我跟那个女同学建立 就是普通的那种好同学 她就非得让我也删了 你介意的是跟朋友的程度 她介意的是你的态度 就是说这事想看态度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 这也会发火 还为什么发火 还有一次也是 我在超市里边去看甲鱼了 然后她打电话 她就跟我生气了 一说这我就生气 那天去逛超市 就已经要出来了嘛 我说我要去个厕所 也就两分钟的事 我出来我就瞅 没有人影了 我就不知道上哪去了 打七八个电话 她都没有接 我当时我就特别着急 后来过了得有十来分钟吧 她给我回电话 去看乌龟去了 当时是这么回事 她去卫生间了 然后她跟我在一块逛超市的时候 她总带我逛一些 就是他们经常逛的 我从小我就喜欢看甲鱼之类的 然后我说趁她去卫生间 我就去逛 当时手机是因为静音了 我没有及时接到她的电话 你是绿洞吗 你看甲鱼看那么半天 那你把我手机接通了之后 你得听我解释吧 你得听我怎么跟你说吧 我听你解释完了我更生气 你一辈子看个乌龟 完了之后把我撇一边了 好 我先纠正一下 乌龟和甲鱼是两种动物 您说的道理是乌龟还是甲鱼 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看的是啥 在女生概念里面 好像特色太轻 你十几分钟不见男朋友 生那么大气干嘛呀 我生气是因为 我觉得心里就没有我你知道吧 你有没有想过她为什么 就你上厕所这么一点功夫 她就要去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伙子说了个前传 是我上超时都陪她要逛的那些地方 对 对 从来你没有那个 她好怕你 我要这么一听 我当时就是没有想到 就两分钟的功夫 她就已经看不见人了 就在外边等一下嘛 就我想牵你的手 结果两分钟 你就跟甲鱼牵上了手 是这一句吧 行 咱俩后说啊 没事 当时嘛 她给我挂了电话了 然后我就去追她 我看到她在这个超时门口 她也看到我了 然后她就往外跑 我就追她 就追不上她 姑娘晚上要哭 你看 没有 因为当时比较生气 就觉得她心里就没有我吧 李中感觉 就都猜疑 左边画面是个假鱼 右边是自己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女生的这种委屈 可以理解 而且这种事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恐高 不愿意去做那个激流勇进 你还非要让我跟你去做 有一次我们俩也是出去玩 就是去天津的那个 方特尔游乐园嘛 我俩之前也是说的 这次出去玩就好好玩 开开心心的 我说我想玩那激流勇进 她说陪她去玩玩那海盗船 然后她再去试试那激流勇进 结果从海盗船下来之后 她就不陪我去了 吓着了 对 我就是特别恐高 从海盗船上旁边的小孩 都没什么事 我俩裤子乌壤的 然后最后她下来就跟我说 走啊 走啊 我当时有信仰 哎呀 我在海盗船上 我都吓成这样样了 她让我陪她去 一点都不长心 当时她就跟我生气 我哄她也哄不过来嘛 哄过来她一甩包 她就往外跑了 走她也没有追我 我特别关注的是 然后怎么解决的 这个事怎么挂的句号 然后后来她又给我 把电话打过来 后来我觉得 我可能就是稍微有点激动吧 然后我就给她 那个回过电话去了 回去了之后还不算完 我的学生证跟她身份证 全都放在她那个背包里 学生证已经被她撕了个粉碎 还带来了 不是粉碎吧 对 那后来我不是给你粘着吗 不是 主持人 你看我给她粘的多好 有鼻子有眼的 啥也不差 确实是你给我粘好了 但是确实是你 也是你给我撕的吧 你这粘贴技术可以 是吧 这照顾 根红的 哎呀 我的天 根本看不出来你知道吗 虽然是后期给我粘好了 但是粘好毕竟 你那会在她身边 她能把你撕了你信吗 所以你这个 但是我们说归说啊 在那个年龄的时候 大体这样情侣之间的事太多了 就是这样 都会这样 要不然怎么叫谈恋爱呢 所以男生是觉得女生脾气大 或者叫情绪不稳定 女生是说 我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你 我觉得你并不在乎我 它是有因果关系的 是这意思吗 对 而且这还不算 有一次是我胃疼 然后我俩也是 就是先玩了一会儿出来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有点难受 我说要不我回学校吧 他就说 他非要带我去看手机 非得要去 我就跟他去了 他当时也是跟我气了一道 脸搭了一道 然后结果到商场 我说你看哪个款鞋什么的 结果他就从旁边 直言不语的 还脸特别红 特别拉 这给心理落差很大 对 当时 女生是我病了 你还带我看什么手机 对 虽然说就是 你需要休息 他给我买手机吧 我心里确实挺高兴的 但是我就特别不明白 你说那手机电影 又不是明天就关门了 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 你怎么这么矫情啊 我为你好 我要给你挑一部手机 对吧 对 兴冲冲的 我就想得到你的夸奖 结果你还给我拉脸呢 行 就是你讲了这么多事 我现在可以理解 为什么一只小甲鱼 会引发那么大的血爱 你知道吧 就是 确实是这样 就是日积月里他会比较 我们找他的根源吧 对 女生越说越委屈 男生还要你要诉苦的呀 他吧 他就是上来脾气 真是脾气太大 有一次他去济南找我 我去济南实习嘛 当时确实是因为我迟到了 晚到了半个小时 我当时跟他说 我说济南路况有点差 然后当时又是因为 赶上下班点比较堵嘛 那天正好是赶上下大雨 我是六点到的车站 他六点半的时候他才到 其实我也没有怪的 因为很正常嘛 然后我在那个售票厅的外边 那块走着他 他就打电话跟我说 你上那个哪儿 进站口这块去找我吧 我就在那儿呢 我一听我很纳闷 因为我第一次去嘛 而且车站人量又特别大 我不知道哪儿是进站口 我说我不知道 我就在那个后边售票厅那儿呢 要不你过来吧 而且当时开了那个 未知共享的嘛 你直接过来找我 我不就得了嘛 他就不 他非要站在那儿 然后让我去找他 因为当时我确实是晚了会儿嘛 晚了会儿我就跟他说 我说咱俩就已经晚 晚见了这么长时间 我平时是比较珍惜时间的 我就说他找我没有两三天 我就希望把所有时间 就我俩能在一块儿尽快地会合嘛 这么大济南站 就有站前广场嘛 我站在站前广场正中间 对着上边那个大字 那我能飞起来是吗 我能看见正中间是那个 当时人那么多 你也不用飞起来 当时是下雨嘛 人人都举着一伞 还这么多人都乱跑什么的 当时挺乱的 然后我说 我说当时你就来这站前广场 一眼就能看到我了 不不 你是把自己 想得太北岸了 怎么就你站在那儿里头 绝对看不见 就是你觉得我正对着他 但是这个方圆 已经就不知道多大 你就接着你一下有什么 对啊 当时我还拿着行李 我还打着伞 后来谁生气了 后来你知道是因为咋着 他才接着我吗 他就在那儿站着就不动 你快过来吧 快过来吧 怎么怎么着的 然后我就往前走了走嘛 因为我不太认识 我就往前面走了走 然后我就看见那个 就好多人 然后我瞅见他 好像在那儿转圈一圈 在那儿 我一瞅见他 他也看见我了 他才过来 你不是这事没事了吗 但是他是生气了 因为他生气一生上来 很难哄很难哄 委屈啊 对 我说走咱回去吧 回去然后在道上 他跟我生了一起的道 当时下雨嘛 我从后边举雨伞 他不举着雨伞 他往前跑 让别人看到 你说说男生举雨伞 从后边追一个 不打雨伞的女生 咋了呢 就当时那种感觉很尴尬 他觉得自己非常丢人 不是挺浪漫的吗 然后到前面 有一个炸鸡店 他说想吃炸鸡 我说我走带你买去吗 他就在那儿跟我 嘿嘿嘿嘿嘿 我也不知道他 嘿嘿骂呢他 我是不想很严肃地 去哄一个女生啊 我这期间 你直接给他弄两块炸鸡 吃不就得了吗 当时炸鸡是在 等着人家坐呢 你就看着他 别说话这种情况 嘿嘿什么呀 当时我就想哄他开心嘛 这次找我又是很不愉快 半天都没有哄过来 他还不是因为 你不在乎我的感受 这次你来干嘛呀 我觉得他是脾气 特别难哄 然后呢 我是继续处下去 还是不处啊 他要来吗 对 他是要来 你也可以不来呀 他要来我就尊重他嘛 我跟他一块来 把这件事说清楚 看他是什么个态度 就是说他要说咱继续 咱可以继续 就这脾气也能继续 他要说不继续 咱也接受不继续 是这意思吗 他要是真是跟我 没什么可继续走下去了 我也会尊重他 你也会尊重他 所以我问你为什么来嘛 别认为说 要来的那一方 就怎么着怎么着 陪来的那一方态度 其实更重要 说白了就是 你看着办 对吧 也不是 那你回答我 他要还是这样不改 你还跟他处下去吗 那如果我也是这样 你会一直跟我 你别问他 我问你的态度 我会 就是这样你也认了 是这意思吧 对 那只是一个小抱怨 是这意思吗 对 你会对他不离不弃 只要他不说你走开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男生给了个态度 这是你来想要的吗 但是就是如果说 又敷衍 然后也不是很 理解我的内心的话 我觉得这种感情 不要也罢了 就如果他不能改的话 那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女生在爱情的态度 是特别清醒的那态度 非常清晰的 就是这段感情 如果不是我想要的 或者我发现在这个感情当中 我被不在意了 我宁可不要他 是这意思吧 更独立一些 男生 一次两次还好 如果就是 因为以后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嘛 如果你总是这样的话 那谁都会受不了 不光是我 别的女生也会受不了这样 你不要替别的女生考虑了 就考虑自己吧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年轻人有几个 玩得好的异性朋友 其实真的是很正常 是 老师 关键问题是 他要掌握这个分寸和底线 把握一个度和边界就可以了 你不能一味地让他删除 所有的手机当中 异性朋友的联系方式 你一生气 就把他的学生证实了 哪一天你们结了婚一生气 你是不是会把结婚证也撕了呢 你看他今天耿耿于怀 到爱情保卫站 把那本你沾好的学生证 带到现场 说明什么 他把这个事情搁在心里了 你们两个人恋爱 已经两年多了 虽然做不到双方 在自己心里 一透明的像一张白纸 但至少已经知机知笔 知机知笔 就要将心比心 有了将心比心 就有了很多的迁就 很多的包容 很多的豁达 也就解决问题了 男生懂了吗 懂了 我给你们的那个情感问题 总结一个关键词 四个字 权力争夺 你看女生 女生就一直在刷存在感 你删她好友 删她游戏好友 跟甲鱼争谁重要 你所有都在跟她争 到底谁重要 你要的是什么 你一直要证明 我在你心里永远排第一 什么事情都不能超越我 但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争来争去 最后把自己争丢了 男生是什么问题 你是永远要按照 自己爱的方式来爱她 你从来不管她的感受 然后还觉得自己特无辜 你看你 出去玩的时候 不顾她身体不舒服 就想着我们一定要 按照这个计划来 可是重要的是计划 还是她的身体呢 去接战 下着大雨 她拉着箱子 让她来找你 你不想她一个女生 一手举着伞 一手拉着箱子 她怎么到那个 战前广场去看到你 所以你永远是在 以自己爱的方式 你觉得我这就是爱你 但是你不知道 这种方式是不是她要的方式 如果走不过去 这个权力争夺期 那就是一拍两三 所以我觉得 你们两个人想好 是要共同携手 度过这个争夺期 还是就此说再见 谢谢 来来来 我们听家老师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 你太容易生气了 可能我们听着 并不是很大的事情 你就会气得再流眼泪 可能就是在我 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也会理解你 你为什么不在厕所门口等我 你去哪里了 就是会很着急 会很生气 但是回头想想 这个重要吗 其实她在看甲鱼也好 看乌龟也好 她并没有站在那里看美女 对不对 她只是在 她要看美女这事重要吗 对 如果要看美女的话 我觉得是值得生气的 但你要是再看甲鱼 看小动物 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会 这个入神你知道吗 入神的时候 我就可能就忘记时间了 所以这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会有 男生或女生的朋友 这是很正常的 假如你觉得她做得不妥 我觉得你可以去跟她 静下来说一下 你跟这个女生 这关系是不是有一点太近了 你这样会让我很不舒服 很没有安全感 而不是发脾气呀 删掉呀 你这样做只会让她觉得 哇 你好没有教养 把你的就是最不好看 最不美的样子 让男生看到了 她就会记在心里 其实对你是不好的 不要太计较那种小的东西 你要计较的是什么 计较到她爱不爱我 我爱不爱她 她应该为我付出什么 我该为她付出什么 你想想一个男生 每天对着一个 不停在生自己气的女生 她就算再爱她 慢慢这个爱情也会消耗的 然后男生 你这边的问题也不小 为什么呢 不大说话 或是不太会说话的男生 有的时候挺气人的 我觉得 跟你讲女生 要是你跟我老公拍拖的话 我觉得你早就疯掉了 因为她是那种 她连吼都不吼是吗 对 她不会吼 而且每天你都会觉得她在消失 因为她喜欢的东西太多了 她会看花 看乌龟 看摩托车 看各种东西 当你就是让她把思想 放在你身上的时候 很难的 其实这就后话了 因为真的要经历过很多年 你才会理解到这种相处之道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 如果真的还爱对方的话 是要就是总结你们之间的错误 而去下一次就是变得更好 而不是每一次再重新找一点错误 这样的话只会越来越差 让错误变成一个变好的契机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来 许总 谢谢 听到你们在济南站的那个故事 我就想到了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我给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 我认为很般配的一个男生介绍对象 这俩人呢 那个男生提前跟我说 那个我们准备周末去天津 去看看海河啊挺好 从北京去天津啊 我说行 好啊 那祝你们成功啊 等到周一呢 然后我就给这个女生打电话 因为女生是我介绍的嘛 我说怎么样啊 呆了 呦 我说那男孩很优秀啊 第一次你们见面发生了什么了呢 我去天津了吗 没去 我说怎么回事啊 他说这么着 我们定在了北京南站 那个男生呢 是定说就北京南站的麦当劳 就这么一句 但你知道北京南站有几个麦当劳吗 四五个 楼上楼下 好几个麦当劳 进站出站什么的 对对对 对了 他通过这个定的这地点啊 然后呢 他发现这男生三个问题 不重视的 不细心 不体贴 他说我到南站之后 才发现那么多那个麦当劳 他说到底在哪个呢 他分一下啊 然后那男生叫他去找 他说我在哪儿是哪儿 也说不清楚 然后后来就没找到 然后女生是负气而走 然后得出这三点啊 然后我就赶紧去问这个男生 我说你去过南站吗 都没去过 他不找那么多麦当劳 好 就定在那儿 所以不重视 没有提前去做功课了 对吧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分手 同样的 在你们之间也发生了 只不过没有分手 因为你们毕竟有两年的时间了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 你不改 这就导致了女生发脾气 因为她已经无法呼唤出 你对她那种关注 她始终在说 你不在乎她的感受 你不重视她 对不对 她明明很累了 其实你非得还要去完成 你们那个既定的计划 不提天 即使你为她好 你是说因为她身体不好 想去给她买一个手机 然后能够让她心情好起来 但是这过程当中 你没有看出 女生的不舒服吗 不愿意吗 没有 我行我素 所以说当你这个男人 不懂这个女人的时候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你有没有花心思 在这个女孩身上 我想是有过的 近期为什么懈怠 跟那些我好难受的 我好难过的 那个女生有关吗 不知道 为什么你变了 这就是女孩着急生气 以至于无法改变 感到自己很无力的状态 就会发脾气 懂了吗 如果是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去改正 去调整 你再看她 脾气可能是越来越小 发脾气的次数 可能会越来越少 都是因你 去更多地了解她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发脾气 找到原因 从自己身上去解决 我相信你们还会 继续走下去的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其实这个生活挺有意思的 我就有时琢磨 这么大谈恋爱 是不是都谈得着德性 是 是在座哪位谈得 比他们更高级 没有吧 所以就是真的像 博鸿兄啊 像曲总 包括我们在说一些问题的时候 真的你能做到 那么从容淡定 加尔说的成熟的时候 就是你经历了很多 可是你们现在就没有经历 就是一张白纸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简纯的这个 为爱做简法特别好 现在的小朋友 对爱的加法太多了 自然一些 男生和女生 是有纯粹的友谊的 这个我认为 是绝对有纯粹的友谊的 为什么女生会很在意 就是哥我 我也会在意 我们俩谈了两年多恋爱了 有一个女生跟你这么好 如果我们是一个 共同的朋友 我觉得这很正常 对 但是居然我不知道 我的点是在这儿 对 我说这意思什么就是 所有的事情 咱们顺着她走 别掰着她 就生活不较劲的 你知道她累了 她胃不舒服 你让她休息嘛 这不就顺其自然了吗 我们老是要掰着自己的 所以我在你们的身上 我看到了现在很多 那个年轻小朋友 谈恋爱的 有意思的点 你掰得了她吗 掰不过她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也改造不了她 她也改造不了你 对 那如果想在一起 就是那个字接受 对于你们俩来说 最核心的就是接受 还要吗 你们自己考虑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虽然咱俩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可能有你的原因 也有我的原因 有些事 是我做得很不对 很不好 导致你跟我这么爱生气 但是毕竟咱俩在一起 时间很长了 两年了 就是很多年轻男女朋友 做不到的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你能跟我继续走下去 我也会努力地去 像导师所说的 去吸取教训 慢慢地磨练自己 让自己变得成熟一些 我也想继续跟你走下去 我懂一个道理 叫千里之堤溃于以穴 也许你认为很多 不重要的一些小事情 可能我会放大 但是如果说日积月累这样的话 好 时间到 谢谢他们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两位请回 请回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